火星上存在液态水,在去年时,就已经被证实有极大可能。 意大利科学家通过一架火星探测器雷达,扫描火星南极地层,发现在一公里深处,有一片地下湖泊,里面很可能存在液态水。 2019年2月末,英国独立报报道称欧洲空间局火星快车,探测器拍摄到火星表面,存在一个支流众多的古老河谷系统,说明火星以前很可能有河流存在,这也进一步支持了火星这颗红色星球,过去比现在更温暖湿润这一观点。 火星快车拍摄的图像显示,火星上的这个河谷,很像我们地球上已经干涸的河谷那样,推测以前曾经有相当多的水从这里流过,不过目前无法分辨它究竟来自地下水、降水、融化的冰川,还是其他位置来源。 总体来说,已经有太多的证据表明火星上确实存在水,而且火星的南北两极地区白色的冰盖非常显眼,那也是火星上存在水冰的证据。 火星南极冰盖 不过,单单是存在水冰,并不能证明火星的表面就存在生命,太阳系中的许多星球表面都存在水冰,如木卫二、木卫四、海卫一、冥王星等。 对于这个星球来说,火星其实是非常干旱的星球,它的表面看上去和我们地球上的沙漠戈壁滩非常相像,只是地球上的沙漠戈壁滩,也存在植物和动物,但是火星的表面,却至今未发现一种生物。 火星地表 地球戈壁滩 不过这次在火星上发现河流的痕迹意义非凡,这说明了以前火星上,很可能是有河流存在的,河流的存在说明火星上曾经有过适宜的温度,正夜温差也不会很大,虽然现在的火星是一个寒冷干燥的世界,但以前的火星,很可能是个温暖湿润的世界,它很可能曾有一个比现在更加浓厚的大气层。 这使得火星表面的液态水,不被蒸发掉。 科学家们一般认为,能保护行星大气层的是行星的磁场,所以河流的发现或也说明火星以前是有磁场的。 这样的话,火星磁场,较为浓厚的大气层和地表流动水流等,实际上就给火星营造出了一个可供生命生存的生态环境,因此或者说明,火星上以前是有生命存在的。 大多数天文学家也都认为,火星上远古时期,很可能存在一个,类似如今地球这样的生态环境系统。 后来由于某种原因,火星上的磁场消失了,导致地面海水被蒸发。 火星系后变得越来越干旱,大气层也在太阳风吹拂下,变得越来越稀薄。 火星上面的生态环境,也渐渐消失,成了一个沙漠似的星球。 表面已经看不出任何生命存在的痕迹。 但是火星的表面,虽然已经没有生命体存在,其地面之下,却有可能有一些生命力较强的艳养生物存在,不过这需要到火星上进一步考证。 据说明年欧空局将与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合作推出火星太空生物任务,其主要目标是解开火星上是否曾经存在生命这一泥团。 任务包括一辆罗塞林德富兰克林漫游车,以及此前已发射的恒量气体轨道器,其中漫游车将钻到火星地表下,以寻找生命迹象。 而恒量气体轨道器,将继续比以往更详细地分析火星大气层,特别关注可能与生物或地质活动相关的氧气等气体。 另外还有美国航空航天局,准备发射的下一代火星探刻器,它将从火星地表下数米处挖掘土壤带回地球检测,或有很大的可能性, 会从里面检测出类似地球上的艳氧微生物的生物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